台灣美食遠近馳名 客委會和喬委會最近在北美推廣客家美食 從美國休士頓一路煮到加拿大多倫多 以烹調客家美食著稱的兩位新級大廚 現場示範客家料理烹調秘技 是比較簡單方便 自己在家裡可以複製出來菜色 來做這樣跟大家分享 他把學會這些料理帶回家之後 在他的餐桌上面呈現出 可以讓我們的二代或是三代 可以有傳承 讓他們也可以學會這些客家傳統的美食 在多倫多這一站 近百名僑胞學員共襄盛舉 跟著大廚認真學習 煮出記憶中的家鄉味 客委會副主委楊長正出席這場美食饗宴 特別推崇移民加拿大的台灣客家鄉親 勇於開拓新故鄉的勇氣 臺灣的文化客家的文化也藉由他們這些開家族 以前我們在臺灣叫開台族 那麼這些開家族也將是客家文化 臺灣文化在北美落地深耕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在馬來西亞一年一度的臺灣美食站 在首都吉隆坡熱鬧登場 300多種寶島水果和食品上架 力拼提高在穆斯林市場的能見度 吸引不少大馬民眾慕名到場搶購 臺灣美食搶攻穆斯林市場 目前根據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 臺灣在非穆斯林國家地區中 跟日本共同並列第三 顯示臺灣推廣清真認證的成功 去年2018年 我們的臺灣農產品 總共有出口54億美金到全世界 那其中馬來西亞的出口值達到1.1億美金 臺灣一向就是農業科技非常的出名 那麼在這個食品的安全方面也非常的注意 所以我們最近也通過了更嚴格的食品安全法 所以在這個我們臺灣的農業 農業科技方面呢 相信一定可以帶給消費者 更更多普適 更安全的產品 臺灣好味道一連展出13天 希望在大馬揭開序幕後 也能在人口較多的穆斯林國家 例如印尼卡達大力推廣迎來買氣 臺灣好味道讚